各位大家好 現在又來到了孔教堂的Podcast 各位晚上好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議題是關於 偵查不公開的一個議題 那所謂的偵查不公開是指行動法245條的部分 所謂偵查不公開的部分 就是說他今天檢警在辦案的時候 為了保障是被告及犯罪嫌疑人 或者是被害人等一些安全疑慮 偵查不公開 那為維護偵查程序及順利進行 及真實發現與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其他訴訟關心人之名譽 隱私安全 並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 已落實無罪特定人則 正常不公開之 未落實行動法第154條無罪特定人則 以避免造成為神顯霸影響法官的心證 這樣做出可能會有違法的一個疑慮 那各位就是之前可能也在網路上看過說 台中市相遇 或者是說 剛剛是警察局的愛與體學 那這個大家應該都蠻有印象的 那各位大家想一想 就是關於這樣子 是不是說被告他在 就是可能在詢問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所有為神先判的一個疑慮 就是可能就是說 假官還沒辦的時候 但是說 法官他看了這部影片 甚至於說一些網友的一些公審輿論 可能造成對這個被告的一些主觀上的一些印象 而去影響這個判決的正當性 那可能做出的判決會有違法的疑慮 那各位如果覺得說 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所謂正當不公開 是正當不公開的辦法 所謂辦法第二條主規定 就是 未使被告犯罪刑警人及當事被害者等 生命安全保護 偵查中獲得的新證與證據程序 均不公開 以弱使物作為KPing的原則 但是 重大案件的話 是可以適當的做一個公布 但是不得於比例原則 如果大家對這個有什麼看法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 那現在來講的就是 對一個言論自由的部分 在本國的法律中 人民是有那個 言論自由的 所謂言論自由可以參助 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部分 但法律上保障的言論自由 則不是無限相當 那如果是無限相當 大家在大街上罵人 甚至是貶損人家名譽 那這個其實 這會造成說一個 感受不佳的部分 所以 逾越比原則 在 立法則其實非常聰明 在那個中華民國刑法的部分 對一個 刑法309條的空難侮辱 甚至於是 刑法310條第一項的一個 肥謗的部分 只要是說 那個公難侮辱 就是你今天在大街上 可能罵人家 XXX 可能就會構成說 公難侮辱 甚至於說 肥謗 你今天去講一些 不實的要言 而去意圖貶損人家的名譽 就 像之前網路上 有些比較是 就是可能有些餐廳 你去吃了 可能就有一些 比較不客觀的評證 評價的話 那這個 如果你沒有說 有實質證明 你可能 會有 肥謗的問題存在 那 現在 以食物上來講的話 現在 有一個 就是免責的條款 就是避免說 避免真實言論 受到本法條 制裁 侵害言論 自由 故本法條 由色有名證的一個條款 EQ刑法310條第三項規定 對於所誹謗之時能 證明其為事實者不法 但是 這個部分 如果是 非 出於 私德 或公共利益者 除外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為公共利益 想說 今天你真的是 吃了這個東西 很難吃 你發文說 這個東西 裡面可能有頭髮 甚至是有蟑螂之類的 那你今天有客觀的評價 你今天評論這件事 就算是 餐廳 去告發 提告 這個 你有證明 也不會捨犯到 誹謗的問題 但是現在 比較說 需要注意的一點 就是 對於是 有些人 可能就是 會去 輿論攻神 就是 可能去拔便 肉搜 那肉搜的這一塊 如果你先去 惡意去辯準 那也可能會有這條問題 另外肉搜 如果收到別人的住處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個資 那 這個是很有可能就是 涉犯到個資法的一個部分 那因為個資法 是下一個單元的一個部分 這次就不如討論到個資法問題 這一次 主要我們是來談就是 關於就是 言論的自由 還有已經 偵察不公開的一個相關的議題 各位稍等一下 各位我們現在來談的話是 關於偵察不公開啦 就是偵察不公開的內容 那偵察不公開可以分為兩個面向 那偵察不公開可以分為 偵察程序不公開和偵察的內容不公開 那偵察程序不公開是禁止公開偵察中的一切作為 以便偵察程序能順利進行 也保護相關案件的人證 而偵察內容不公開則是 禁止公開偵察過程中 所發現的犯罪事實 這也是為了避免被告還沒經過法院審判 有受到名譽 隱私的損害 甚至是影響到法官的行政 偵察不公開保護之法律與規範的目的 之所以為什麼會定定於偵察崩壞原則 除了避免偵察秘密外洩 導致犯罪行人逃亡藏匿 因面證據或勾算違證及勾算證人等 也是對於被告人權的充分保障 被告在未經法院依據證據原則而認定有罪權 因受到無罪推定的原則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無罪推定原則一樣 但若偵察內容在證據收集到公書 如程序 準備程序 就公開的話 將影響被告或犯罪行人的名譽 隱私等人格侵害在媒體的討論下 未經法院審議之前 媒體就會先揣測案情 或希望檢調單位犯罪行人接受媒體的採訪 獎官或偵察輔助機關 一旦公開偵察所知的內容後 再經過媒體傳播 就很容易形成全民公審被告 對被告為審先判 此行徑無疑是逼迫被告先受到輿論的譴責 而造成法人審理干案件的結果 與人民不符其待 人民就會認為司法不公同容法官 那行人 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不信任 假使被告或判無罪或無辜的 但形象已經受到無法回復的損害 已很難擺脫社會有留下的刻板印象 就算被告事後 法院審理有罪並接受刑罰的裁罰 之後想要洗心革命時也會造成 社會大眾已留下刻板印象 阻礙他未來的人生機會 法律之前 就是人人平等 為了保障人權 偵查不公開是 絕對需要遵守的基本規範 那就像之前 像這個部分有講到說 之前媽媽是命案的一個 劉秉鴻 應該是劉秉鴻 然後 他後面是因為禍判無罪 那是因為是前景表那邊 公開了一些 就是資料 和造成社會大眾的一些 就是 輿論公審 造成大家已經有刻板印象 所以像其實 這個真的是 大家要討論的就是關於說 第一個就是新聞採訪自由 跟偵查不公開的一個界限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談的話 是 也是關於這個議題 所謂偵查不公開的一個很少多所知的偵查內容 就是偵查不公開 這包括說你先獲得傳訊幾個證人 甚至於是偵查的心證 心證或者是證據 還有包括說 他的一些資料 這都是偵查不公開 所保護的一個範圍 但偵查不公開 作為辦法給八條有規定 案件如果在偵查中有下列之情形 之一者 承受公共利益 或維護其合法性一直保護 任有必要者正常機關或正常輔助機關 得适度公開揭入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 但法律又不得公開的機密的話 就不能公開 那第一點就是關於說 對於國家的安全 社會上有重大影響 或其他社會主謀案件 有適度公開說明的必要 這個是一定可行的 第二點就是有 夜遇脫逃制人或通緝犯 就是禁禁或歸案 代步歸案的部分 那第三就是影響社會大眾生命安全 裁判 告知民眾有防範及必要 第四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 依據查證 如論犯罪行人 而有告知民眾防範或 請民眾協助職人及必要 第五個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 因被告或犯罪行人逃亡 藏匿或不詳 為其早日查獲 預計社會大眾提供偵查 之案件所提證物 第六 對於現實或調查之證據 為被告 犯罪行人 行使防禦權之必要 而請求社會大眾提供證據或資訊 對於媒體查證 報道或網路社群 純述之內容與事實不符 影響被告、犯罪行人、被害人、 或其他訴訟關心人之名譽、隱私、 或重大詮異 影響案件日查 任由誠信之必要 那各位提醒網友就是說 我要去傳說一些 可能就是不符合事實的東西 這個有可能 算是您的言論自由 但是這個也有可能會涉犯到 就是發明的問題 這個其實也是不好 那千條剛剛講的話 就是 制度公開或我 揭露偵查程序及正常內容 應進 是去除識別化處理 且對於犯罪行為 不得做詳盡深刻 知描述或個人評論 那去除識別化處理 這個是牽涉到說明法的侵權行為 這個也是避免說 為神仙版 第二個是避免說 侵犯到肖像權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提醒各位 如果在網路上 有發表一些 珍貴性的照片 或是影片等 記得一定要處理 否則自己有可能會害你自己 傷財又傷省 那 其實現在來講的話 大概所講的就是這邊 然後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它裡面一個還蠻重要的法條就是 常常機關 即將輔助機關 不得將按鍵偵查 之媒體曝光度 作為績效考核之依據 這個其實是不行的 那這其實不是說 為了曝光 而這是績效的影響 其實 這樣子會對按鍵是一個不利的影響 現在來講的話 所以掙扎不公開的內容 詳盡來解說就是 下列事項是不得公開或揭露 第一 被告 少年或犯罪行人 具體公訴 是否自首 及自白 第二 有關 尚未申請或實施 應繼續實施之 改補 擠壓 搜索 扣押 三 限制出境 資金調查 當訊監察 等偵查方法 或計畫 第三 有關 勘頁 現場 模擬 鑑定 之詳細 實施體計畫 四 有招致 一 湮滅 偽造 辯造 辯造 證據之余者 五 被害人 被瑕疵中 尚未脫險 安全 勘 律者 第六 詐欺之券中 筆錄 影音資料 照片 電子記錄 或其他重要文件物品 第七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之前科犯罪記錄 就如同之前普悠瑪事件 那個 台鐵普悠瑪司機 被抖出之前 還起訴的一個資料 但還起訴 他並不會留下記錄 那警察機關是看不到的 那這個資料 是何去何從 大家自己心裡有數 第八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訴訟關係人之性相 親屬關係 族群 教狀況 宗教信仰 或其他 不關案情 公共利益等於事項 第九 有關被害人 或其親屬之照片 姓名 其他族群之識別身份之資訊 有關女士名譽之事項 歷史 有關少年之資料 少年或兒童之照片 姓名 其他屬群之資料 及其他族群諾 學名譽之資訊 及其他族群諾 證實 就是性命、分分資料、驅逐出所 遠路房室及其他主義識別之身份的部份 前項剛剛所講的 影音資料、照片或物品 而又有前面所講的 特別澄清說明利益者 就是可以請求 請求那個手掌機關核准 以虛屬識別化處理後得事物公開支 但未維護重大公共利益之情形 得部以虛屬識別化處理 對,這個就是所講的 就是認為是不是重大 由那個澄清機關或澄清輔輔助機關為主 那現在來講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被告或犯罪行為有前條第一相比之關級第六款之情形者 必要使得空還是聲音、面貌之圖畫、相片影音或犯罪紀錄、犯罪前科等、犯罪情節等相類之秩序 按鍵在偵查中 按鍵在偵查中 這邊很重要 按鍵在偵查中 不得帶頭媒體辦案或不當時被告犯罪行為人受媒體拍攝 直接採訪或藉由天視序畫面拍攝 一部的發表公開聲明指稱被告或犯罪行為人有罪 或對其審判結果做出預断 就不能去揣測的意思 那現在來講就是關於說 新聞自由的部分 就是這部分其實也講得很明白 就是他們就是有特別著名的就是 他們會有偵查機關或偵查服務機關會有特別指定的發文人 然後各機關跟偵查機關的偵查服務機關 會設定適當處處為媒體採訪地點 並應劃定採訪禁止區 就如同新竹警察局 警察局的大門裡面都是採訪的禁止區 那以新竹地間署來講話 因為地點署大門大廳都是可以做採訪 那不能採訪的地方有法警室還有服務台內執行科 關護人室甚至於是偵查庭的裡面 偵查庭本來就是不公開 另外講話在偵查庭的時候 他的偵查庭的門都是關上 但是偵查庭也不能採訪 他也是採訪禁止區 再來是B1的那個警備車禁區的地方 也都是採訪的禁止區 那各位 對於新聞自由或者是說一個案件知與不知的狀況下 在於案件的保護當事人 各位 如果對於這個部分有什麼意見的話 開放在底下留言 有什麼意見的話 那我會再去說明 感謝各位聆聽 如果喜歡的話 請按讚訂閱分享 並持續追蹤喔 我們再見 Bye